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问您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是在央行的这个降息之后 人民币的这个下跌到7.31 那么央行的这个降息呢 是比较的突然的 它就把两个关键的贷款利率降低了 那我想请您先解读一下 是不是央行的这种降息 导致了人民币的这个下跌呢 可以说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贿率 它其实是跟很多因素有关 其中一项就是这个各家的这种利率 因为如果说呢 我们就以美国和中国这个来比较 那么美国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 它呢是大幅的提高了利率 由原来的这个联邦利率 接近于0到0.25% 这个范围呢 直接提到现在是5.25% 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 它就意味着说 在美国存钱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而反过来讲呢 如果说在中国 你过去可能呢 利率是4% 那在美国是接近一个零的这样的一个利率 那么当然大家就跑到这个中国来去存款 可是呢 随着这个美元呢 它的这个存款利率提高 那么当然很多的这个钱就要逃跑 对吧 所以就会流出中国到美国去 所以呢 它这个降息 它就会给这样的一个货币流动 带来这样的一个这种刺激 而我们知道呢 说当大家抛售这个人民币买入美元的时候 那么当然带来的结果 就是带来的结果呢 当然就是说这个人 人民币的汇率它会下跌了 这是这个直接的这种因素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当这个央行突然间降息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呢 说中国的这个经济 其实是证明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也会放大大家的预期 说中国经济现在呢 这种趋势就会进一步的下滑 进入到大家所经常 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谈的这种 通缩的这种状态 甚至呢 是一个这种通缩螺旋的 进一步恶化的一个状态 当然大家呢 就会进一步的把这个资本 从中国市场逃跑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这一次就出现了这降息之后 那么汇率呢 是在跌破了7.29、7.30、7.31 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还跌破了7.32 这个呢 也体现出来这个空头一方 现在是信心大增 对 我看到这个有人说 这个7.85和8.3是两个节点 就是您觉得这个跌破7.3 这是不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跌破 还是说它会很快再回去 就您怎么看它下一步的走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口 7.3来讲呢 是一个心理界限 就是它突破了之后 意味着它很可能会在 向下一个关口再迈进 7.4、7.5 那会进一步的上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次 突破了7.31之后 那么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应 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这个呢 也进一步的证明说 这个空头们 他们认为呢 说中共这方面 它可能是弹药不毒了呀 或者它的进一步的经济会怎么样子呀 这个其实就很表明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对人民币的走向 我觉得跟它的外汇储备和经济 都有很大的关系啊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中国的经济方面 一个就是降息 就是降息它当然是要刺激大家花钱嘛 让大家多花钱 那您在您看来 它这个降息会起到多大作用呢 对于中国经济 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影响会有 但是会不是很大 第一个呢 它这个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而且呢很难看到说它短期内有一个进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而且呢 人民币的这个 这种利率 下降的这种空间其实是不大的 因为你再这样来讲的话 可能就牵扯到说 中国的这个 就是各家商业银行 它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空间能够去保持盈利了 对吧 也就是因为中国的坏张率大概是2% 而你要保持这种银行有盈利 那你不可能把这个 就是存款客户 就是我们说储户的这个钱 给它变成了零 对吧 你总得保持一个利差 而这个利差 你降到这么低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它已经范围非常非常窄了 所以这个也意味着说 这个商业银行的这种风险是大大增加的 所以这个幅度 这种降息的话 可能会带来这种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担忧 那另一方面呢 说这种降息 根子上 它并不能解决我们说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 这次降息可能跟现在的这个经济数据 这种比较糟糕是有关系 对吧 进出口 投资 消费 现在在通通下滑 通通下滑的根源呢 实际上是信心崩溃 就是 企业还有这个消费者 你不管说这个利率降到多少钱 我现在就是不借钱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上周五的时候 就是央行出来一个数据 应该说是加坏了大家 就是它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新通贷款 它增加的这个幅度的话呢 是远远的超过这种大家的预期的 它就是说跌幅 它具体数字 我不太记得 但是呢 就是说它整个的话 也和这种大家的预期 差不多是腰斩的状态 比再上一个月来讲的话 那跌的幅度更大 所以这样就带来了 结果判断出来说是什么呢 企业和消费者 我就是不借钱了 因为借钱的话 我要投到哪个地方 这个是个问题 不可能再投 对吧 现在因为你共同富裕也好 还因为什么也好 我要投钱 那是个亏钱的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呢 作为消费者来讲 消不保息的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借钱干嘛呢 所以呢 大家不愿意借钱 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一个信心问题 所以你现在呢 只降了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利率 就让大家去把 突然间去爆灯去借钱 这个可能性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嗯 是 对 我觉得最近这个中国的经济啊 更是让外界担心 碧桂园的这个地产行业的爆雷 对吧 碧桂园是一个 然后呢 就是昨天 他这个远洋集团 是一个属于国企的 这样一个地产 地产 地产 地产商吧 这个行业 也是 也是已经 有一笔美元债务还不上 所以呢 就是您怎么看啊 就是他这种 房地产 这个越来越多的企业 他出现这种债务还不上啊 资金断裂啊 他到底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地产的这个对中国 我们说中产以上的这些人来讲 其实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 可以这么说 中国人的这种财富登加 基本上不是靠这个做生意 或者赚钱 做公司 公司赚出来的 很大一个程度上 是靠房地产的这个增值 去把大家的这个钱 就给他虚拟 就被泡沫化了 给他增加出来 那么这么多的钱的话 其实一方面增加了 大家的整个这种 可以变现 可以增加投资 可以低负的 有了钱往外滚钱 所以这个其实是 大家财富增加的 一个重要的这种方式 另外一点呢 就是当你有了钱之后 你的这个账面上 哪怕这个房子 现在涨到了 比如一千万 原来你花了 可能一百两百万买的 你也会感觉消费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会 也会进一步的 自己消费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 就是当你的这个房地产行业 出现了问题之后 那么大家呢 就是要急着抛售 同时呢 你房价的这个崩溃 带来的结果说 我不敢再消费了 因为我的财富 现在在不急速的缩水 对吧 它的账面的值 是现在降低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 高财富的这个持有者 他们也不会再去投资 房地产行业 因为过去 房地产行业 相当于是一个金融工具 就大家 买房子不是为了住 是为了去投资 投资投资 然后呢 不乱增值 现在所以整个这个房子 崩溃之后 那么相当于是 失去了一个很大的 这样一个金融的一个支柱 那么进一步的 当然就带来 可能是金融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崩溃 大家也看到了对吧 就是这个中融信托 还有呢 这个中植系 还有进一步的 有些这个小银行等等的 还有可能包括引发了 相应的这些这个 产业链上的很多企业 因为房地产占 整个中国经济的 这个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 就是比例 所以你整个房地产 出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会整个引发 中国经济整体的 是下滑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对经济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对 我不知道现在 北上广深的这个房价 现在已经降了多少 但是我看到的一些数据 都是什么20% 30% 甚至腰斩 在上海 在深圳都有这样的例子 在您看来 这几个大城市的这个房价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几个大城市的 二手房的房价 其实也是跌的比较厉害的 就是说 看起来官方给出来的数字呢 是一个几个百分点 对吧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你真正的想去卖掉 是非常难的 除非你大幅的降价 而这个大幅降价的话 往往可能不体见出来 官方通报出来这个数字 因为它是为了维持信心 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的一大问题 当然对于 相比起来这个我们说 一般的一类城市 二类城市 甚至三类城市来讲的话 这个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他们的这个房价 整体来讲还是 就是比较坚挺的 而且呢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对 这几个城市 也有一些这种期待 对吧 可能政府啊 会不会赚由这几个城市 绑架 暴跌 所以呢 它会努力的维持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目前它跌的幅度 其实整体来讲 还是要小一点 那您觉得中国 中共有什么大招吗 因为我看网上 现在流传一句话说 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民众认为 政府还有大招 然后政府认为民众还有钱 对这个说法是蛮好的了 对 中国政府呢 其实现在很难说 是有什么具体招数了 你比如说维持汇率 它能够正常做的呢 我们就说 你买入美元 对吧 抛售美元 然后呢 买入人民币 这个呢 也就是说 你要消耗你的外汇权备 消耗自己的弹药 但是呢 你有多少弹药可以消耗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说 空头的进行暴涨的一个原因 这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呢 你要说维持这种人民币的汇率 你还可以呢 提高这个 美元的这种存款利率 或者呢 推出一些这种新的工具来讲 比如说在香港的话 他们有一些 什么工商银行 或者什么银行 它推出来一些工具 吸收你的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钱 然后呢 去和人民 去对赌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些汇率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也是相对来讲有限的 你不可能推得比这个美元本身的利率还高 因为美元利率现在已经很高了 还有呢 你去说 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看到在香港 它还采取了一个方法 就是大幅的提高这个人民币的短期差业利率 就是它把它的这个7000的利率 结合年化的话 大概能达到67%人民币的汇率 所以这个是个很高的了 对吧 它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 限制这样的一个抛售人民币 最后让人民币这个汇率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有限度的 因为要在整个大幅的这种过空 它带来的收益 因为它可以加杠杆嘛 外汇交易经常是加个几百倍的杠杆 那你带来的收益 它是要比这个要大得多的 还有呢 就是你中共当局还可以做的呢 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去吸纳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 但这个呢是勉为其难的 当局说的这个离岸市场的人民币的总量 大概是2万亿人民币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就推算大概是12万亿人民币 所以你是很难做到 把这么多钱都给它吸纳回来的 所以呢从另外呢 你弹药又不足对吧 当然再有一个方法 可能是当局可能会采取一个物理管制 就是说强制的进行外汇管制 但是呢这个其实在你 目前还要去做这种投资 还要去做这种外贸的情况下 其实也是有很大难度的 所以可以这么简单的讲说 当局现在的戴药或者是这个工具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了 对我很快再跟进问一下外汇储备的事情啊 中共一直说它的外汇储备有3万亿嘛 然后呢又有分析认为说民间隐藏的 就是在银行商业银行各级银行隐藏的外汇储备 可能有3万亿 但现在谁都不知道这个数字 然后之前也有经济的人士分析说 其实有2万亿的外汇 已经通过这种贪官权贵 就是把钱弄到海外已经逃走了 所以在您看来 中共的这个外汇储备到底有多少 它可以真正用在去保它的人民币汇率 官方的这个数字来讲的话大概是3万亿美元的 对吧 但是呢在这个过去的时间内 包括现在 它实际上是在继续大幅的流出的 因为在过去三年中我们看到呢 中国这个全世界这种工厂都停止生产的时候 中国呢世界工厂在全速的开动 那么大概呢在三年增加的这种美元是多少呢 大概接近2万亿 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2万亿 就1.9万亿呢 没有一分钱体现在说增加了这个外汇储备当边 那丢失的这2万亿哪去了呢 简单的讲就是说流走了 你通过这种权贵也好 或者其他方式也好的话 大家就是逃跑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对当局来说的 它这个3万亿的这个钱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它还在继续加速往外流走 另外呢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规模 它大概有12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离岸人民币 所以你要想去保它 实际上是很难保的 但要不够 就是说那民间您认为隐藏的这个还有几万亿的这个美金吗 之前的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外国学者有讲说这个中共当局通过中投 或者通过其他的这种银行 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的这些机构 它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大概有接近3万亿美元的这个这种外汇资产 没有直接体现在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上面 人家说还有凭空的多出来的这个3万亿 但这3万亿的话说实话它到底在哪儿 到底这个当局能不能去用 这个其实是一个打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到了不同的这个机构或者部门手里边 到了不同的权贵家族手里边 你想用它其实是很难用的 真正观当局能够直接指挥的动的 其实也就是那个外汇储备那3万亿 但这3万亿本身也是相对来讲有很多水分的对吧 因为它现在很难做 很多债务 对我就是我就是说是不是这3万亿中有很多是债务 然后也很多是就是外国公司你要还给人家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我们讲净外汇储备对吧 净外汇储备来讲的话可能也就几千亿 而且呢你还要准备去买石油买芯片买很多东西 所以呢真正可以动用的这个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如果说当局完全用市场化的方式去管理这个外汇 汇率的话可以说是根本就做不到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说这个有很多学者做过分析对吧 中国的说人民币的真实的这个汇率可能是一美元对人民币大概呢是10%以上 有说是15%的 就是1比15的对吧 1比15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汇率 所以呢 从这个中期来看都不用说长期 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能够换汇的 还是呢 有能多能换多少换多少 你只要换到了就可以说赚到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放一段录像啊 就是其实今天有网友就拍到说在法拉盛 有长队的这个中国人在西联汇款的门外 在干什么呢 相信一定是在取钱 因为西联汇款它是一个可以取钱可以汇款的这样一个机构 我们的很多就是国内的人 他在国内把人民币给西联 然后呢国外的人就可以从西联去拿美元 但是我想可能也有5万美金的这个额度 但是这些人如果都是在取美元的话 那我想他们肯定是已经感感觉到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走向大势不好啊 因为现在是过了7.3 那对很多人来讲 看着它一路今年这样一路跌下去 大家可能就开始有这种有一点点恐慌心态吧 我觉得可能也是 您怎么解读呢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这个人民币呢 就是当局它一定会想方法去守 因为它要不守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信心的进一步的崩溃 但是守的过程中呢又存在一个两难问题 什么因为它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三驾马车对吧 投资交费还有呢进出口 现在都是一个接近崩溃的一个状态 官方给出来的数字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怎么去提振这个经济呢 其中一个办法的话 那你就只能去刺激出口 因为出口的庞大产能 是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这个内部的消费来解决的 因为你比如说出口大量的是这种服装鞋袜对吧 还有很多那个高端消费 这个在中国的这种有十几亿人属于这种贫穷人口的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产能不可能被这么容易消耗的 你只能出口 可是出口的话呢 如果你把这个汇率压死的 你就带来结果你出不动 它只有办法呢 放松 进一步的放松汇率 所以呢 当局很可能会去呢 在这个7.30以后 进一步的还会 准备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去扁 再扁一下 当然更进步的 它可能会守7.5或者守8 但是呢 它正常会往下去扁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说 能换多少换多少 你换到了就是赚到了 现在就是什么状态 是我看有人说这个7.85和8.3是两个关键点位啊 假设说7.85守不住的话 您觉得它能守得住8或者8.3吗 7.85的话它其实可能对应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点啊 就是可能是不是指这个香港那个汇率 联系汇率的它那个7.85 但是呢 不管怎么来说来讲的话 就是对当局来说 它要保7.5 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的关口 第一步呢 它会保这个8 因为这也是一个这种极大的一个心理 关口 对 不单怎么去保来讲呢 我刚才说了它市场工具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 对吧 市场化的那么一个机构 它的话呢 一定会采取一些这种非市场化的方法 进行长制性的外汇管制啊 或者现在大家看到了去抓这些这个 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的方式 再往外挪钱的等等这些 它可能会采取那些方式 但是呢 中长期来讲的话 我不认为中共当局它其实能够有办法去守住 这么多的一个漏洞 对吧 因为它属于什么难度呢 它既要又要 就是它不断地去 还想要外国的钱 还想要外国的这个争议 还想要外国的区域的东西 但同时的话 它又在制造了很多很多这种相反 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 那么带来的结果的话 可能会加速整个经济的这种崩溃 嗯 是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这些去取钱的朋友 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其实还真的是应该去赶快考虑一下 这个手中的这个货币的问题 当然大家对人民币的这个事情都很关心啊 所以下面一旦有风吹草动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市场的反应也好 民众的反应也好 那今天呢 因为节目时间就差不多到了 只能先分析到这儿 非常感谢秦鸿先生 好 谢谢 嗯 好 那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